2018华荣杯感恩节乒乓球团体赛 在洛杉矶高军俱乐部盛大举行 来自洛杉矶城县圣地雅各旧金山的 110名乒乓球好手和20多支队伍 齐聚高军乒乓球俱乐部 在小小的球台上你推我往 凤利拼杀展开冠亚季军的争夺战 为期两天的乒乓球擂台赛 所有基比严格遵守美国乒乓球协会制定的全部规则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展开竞赛 参赛选手以球会友切磋球技 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也赛出了友谊 也让各路乒乓球好手利用长周末展开乒乓球游艺赛 度过了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感恩节 活动负责人高军表示 今年是第四年举办感恩节乒乓球团体赛 团体赛不仅可以看个人的表现 也提倡团队合作精神 我们今年的比赛你们也看到了这个精彩程度 水平有来自于圣地亚哥的 有从Orange County来的 还有从北加旧金山这边来的 所以就是比赛是非常精彩 水平我们不能说全美最高 但是我们可以说在加州地区 我们这边今天这个比赛是可以说是最高的了 华融杯感恩节乒乓球团体赛 还得到了美国华融慈善基金会 美国葡萄酒协会等团体 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 确保比赛能够顺利进行 赞助商表示 打乒乓球是一项适合亚裔群体的体育运动 值得推广 这个我们感觉非常老少嫌疑 在感恩节这边大吃大喝之下 我们大家团聚之下呢 大家还能够来参加这个比赛来健身 这我们觉得这非常适合华人的运动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继续的支持乒乓球的这个活动 Fornia Table Tennis Club的这个 这个很好的场地 有机会跟高老师一起学习这个东西 对我们来说是蛮好的 而且这种运动对我们来说是 而且是不上身体 流汗很多 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运动 所以我们很乐意 有这个机会帮助这个活动 比赛结束后 主办单位和赞助单位的负责人 还给团体赛的冠亚季军 帮发了奖杯和奖赚 还举办抽奖联谊活动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这种运动对我们来说是蛮好的